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邀请到著名的在温哥华的人权人士 李建峰先生 他是以前在中国的法院的法官 因为组织人权民运活动 比判了好多年徒刑 然后他流亡到加拿大温哥华 他对孟晚舟案子非常的关注 因为他本身就在中国是司法系统长期的工作 另外他对中共现在是70年的大限 2019年是他70年的大限 他对这个问题也有所研究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这两个问题 他肯定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首先我们就谈孟晚舟 因为他正好就在温哥华 所以他谈起来肯定有一些比较犀利的见解 李建峰先生你好 你好 保证兄弟 这样子我说个开场白吧 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了 我原是前中国的法官 后来被判电货国家政权罪 最后在对华援助学会 这个帮助下 最后来到加拿大 那么事实上来加拿大之前有两年时间是在泰国曼谷 那么在泰国曼谷期间 对华援助学会这个网站呢 是我必看的这个网站 那么有大量的文章是保胜这个弟兄写的 所以说某种意义上来说 那两年当中的一个精神思量就来自于保胜弟兄 谢谢 那个我看到这看完以后 确确实是对我的这种神学这个水平的提高 以及对一些问题的认知还是提到相当大的这个作用 那么保胜弟兄后来是从事牧师 后来就牧师不干了 这个搞一些其他事情 因为中间也遇到很多挫折 我们也都很关注 因为关心中国人权 关心中国的政治 导致最后这个神学院 因为这样这种问题的话 不给他这个毕业 不给他学位 这个问题我们也非常关注 这个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 现在这些基督教里面的一种走向 也逐步逐步向圣经所说的那种方向在走 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最后会受到一定的 会受到这样子的一种圣经上所产名的那种神话 这是免不了的 当然这些话题我等一下也会提到 那么我今天也很高兴也很关注 保胜弟兄跟这个郭文贵的光师 今天有了一个新的进展 那么我们始终也奉信一条 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人也好 打光师也好 诚信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诚信 你可以在一时得识 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 你会失去的东西要远远比你所得到的东西要多得多 那么在这个郭文贵起诉郭宝胜 以及郭宝胜反诉郭文贵的这个案件当中 我们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嗯 就是说对一些证据上的这个陈述 特别是郭文贵存在一些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郭宝胜的这些护照 这些来源 这个问题我感觉是非常关键 看似不起眼当中非常关键 嗯 他是说是郭宝胜这个推特上原来已经有的 他是不是转推了一下 那么他对他这个问题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矩阵 对 那么根据民事诉讼的这种矩阵反制原则 那么你就要承担不利于你的这种后果 但作为郭宝胜 他可以明确指出他这个证据的来源 来源于这个诉讼案件里面的这些材料 因为他有一些偏好 法院的偏好还在那个上面 对 在那个上面 那么这些执政已经经过律师的询问 而且固定在案 如果提交给法院很明显 给法方一个造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印象 就是说你郭文贵在说话 说话 那么你如果说是从郭宝胜的这个网页上 或者是推特上摘录下来的这些媒体资料 这些资料 那么你要有证据证明 我什么时候摘录是从哪一个网页 什么时间 你必须要为你这种说法举证 你如果没办法举证 你将承担了不利的后果 那么在宫东法 我也接触过很多的官司 很多华人就是因为耍小聪明 最后败诉了 本来可以胜诉让一件 就耍了一些小聪明 最后败诉 没必要的小聪明 最后败诉了 为什么败诉呢 作为法官 他认为你不诚实 那么你提交的其他证据都值得考虑 我不可以 就是说进行财信 所以说从这点看 这个郭文贵 双方这个 经过这个第一回合的这个交锋 他的败向已经显露出来 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 我祝贺这个郭宝胜这个弟兄 能够在这个 某种意义上说是 惩治这种诈骗 这种行为 能够取得 取得胜利吧 谢谢你 这是我的 开三百 那么对于孟晚舟事件 我比较关注 孟晚舟这个事件 没处之前 他人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确确确实是个未知数 这个事件爆发以后 我才知道 这个孟晚舟选择了加拿大 而且选择了温哥华居住 我们知道温哥华是全世界十大移居城市之一 对 空气好 这个气候好 不常奔赴 确确实是很多人都是选择移民定居到这个地方 那么当年就说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当年联合国找我谈话 问我选择去什么地方 那我毫不犹豫去告诉联合国 这个方元我就告诉他 我肯定要去美国 因为我想到美国所有的朋友 几乎都在美国 包括支持帮助我的 甚至包括郭宝胜弟兄 都是我认识的 我当然要选择到美国 因为必须要有余人才能干一些事情 但是这位来自瑞典 好像是瑞典的联合官员 他很慎重地告诉我 他说我们经过充分的考虑 我想你去加拿大比较合适 那加拿大我基本上没有认识的人 除了在网上认识的李一平以外 其他人我都不认识 所以说当时我就看剧了 我从加拿大冰天雪地的 我这个人我是南方人 南方人福建人 对我怕人 结果这个话当然他也记住在案 最后加拿大驻泰国的大使找到我 他就告诉我一句话 你千万不要认为加拿大都是冰天雪地的 我听得也似同非懂 后来2015年9月份 来到温哥华 我一看这个地方 比我们中国的福建 广东还要好 一年像现在最冷的季节 温度3到6度 夏天最热的时候 也就二十几度 这个气候非常好 空气很好 水很好 这个水也不要经过 进一步的什么处理就可以喝 所以说我也很高兴 联合国官员给我安排在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我想既然联合国官员 知道安排在这个地方 我们中国那些贪官啊 那些富豪啊 他不会比联合国官员 在这方面差多少 当然也不比我差 所以说这些官员 选择温哥华 他作为他安置自己的妻子儿女 以及他今后退休以后 定居的地方 这是不足为妻的 那么孟王舟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安置在 他自己在西区买了一栋房子 西区那边那个房子呢 都是富人区 江市富人区 实际上那个房子 有些房子都是很老 为什么很老呢 因为是一百多年前就有了 一百多年前的房子 现在看来好像是很眨眼 就孟王舟那个是盖得比较迟 比较准备 但是实实在在能够在那个地方 买得起房子的也只有富人 因为那个第一段的物价 那个第一段的地价太高太高 对 我当年到了温哥华这边 这个难民署 移民署 当时给我一年的免贵学习时间 给我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说 哎呀我这一生也是很荣幸啊 我的一个班上 二十几位这个学生都是女的 除了我以外 是个男的 结果一打听 我左手边就是一个厅长的部门 右手边一个副省长的部门 这个全帮这些这些这些女的呢 都是四五十岁的 都是处级以上这个官员的部门 嗯 他们上午在国内这个当官 他们自己呢就在这个地方 现在没事就来学英语 免费学吧 对 学英语 比如说这个孟王舟在这个地方 真的也不足为奇 但是更值得我关注的是这个加拿大 而加美遣返潮越不是能被用于政治部体等等 所以说这个话一讲出来啊 我当时是十分的震惊 对对对 我们无论在共产党内部也好 共产党内部也有一条 你要忠诚于党 你这个人只要是加入共产党的队伍 你言行必须要跟党保持一致 你的黑社会也好 黑道也好 你加入了这么一个团体 你必须效忠于这个团体 效忠于你的黑社会的老大 而你就是在一个普通的这种 这个行政部门这个认知 那么你作为行政部门的一个成员之一 你也必须要跟行政部门保持一致 那么作为一个国民 你如果在加拿大这个国家 你必须要效忠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 那么在加拿大陆继 这个意思上就是很明显 我们效忠于方 效忠于这个终首宪法 那么很明显 我感觉这个麦嘉莲什么都不是 他没有 他说的这些话 我感觉首先他不是为加拿大的利益 作为一个加拿大主中国的大使 你不应该说这么一句话 尽管你可能心里面有另外一些想法 但是在公众场合你说这句话 就跟你外交官的身份格格不入 对 他完全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说话 他没有站在加拿大立场上说话 对 至于他为什么被站在中国立场上说话 我等一下做进一步的这个分析 但是我讲即使如此 他讲的这句话 又完全站不住了 他的这个想法的内容概括为三点 那么我们主点进行一个分析 第一个他就是说 特朗普已经曾经发表过言论 他会表示为考虑美国的利益介入孟晚舟 所以说他认为这个是行政干预的司法 他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完全可以因为这个问题 因为川普这个言论而拒绝云渡 我认为这个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我们刚才在前面我们从道义上分析 现在我们从法律的角度上分析 我们知道从违法犯罪的形态上 我们可以分为那么几种 一个是行为犯 一个是结果犯 一个是危险犯 一个是举动犯 那么只有除了这四种形态的 构成违法犯罪的 才能在这个犯罪事实上加以认定 那么我们看一看什么叫结果犯 结果犯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的犯罪构成 这个违法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 才能构成七岁的犯罪 这个就是叫结果犯 这个讲的是比较抽象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官员汤污 他在一个部门里面担任局长 那么他指使手下的会计 作账 想要贪污一笔钱 已经实施了这些行为 但是后来因为一些 意志以外的原因 这个贪污最后没有达成 比如说是几万块 构成犯罪这条线 没达成 那么我就说这个问题就抛出来 我也想问问我们的网友 问问我们的听众 这个局长这些行为 构不构成犯罪 所以说很多网友可能也想了一下 讲构成 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 最后他没有达成犯罪 就是犯罪为谁 所以他在这种做 这种说法来 实际上是错误的 因为贪污这种犯罪 它是结果犯 你事后构成贪污这个犯罪 主要看他最后 有没有达到贪污的结果 这笔钱最后是不是 你被难为己有 如果已经是 到了你的钱包里面 那么你有了犯罪的结果 那你构成贪污 如果你还没有 因为其他原因中止中断 连犯罪为谁都不是 不能构成贪污法 对这个问题呢 我就经常讲到这个问题 是要法律这个问题 法律这个问题很奇妙 如果小学三年级的人 他似乎他也懂得法律 那么真正要当律师 当法官 也要通过十几二十年的努力 最后才能当上律师的法官 很多问题对法律问题的解释 各个人有各个人的 对法律上的理解 跟人生阅历 多个也不同 所以我们讲 这个是必须要的结果 另外一种状态 是叫行为法 什么叫行为法 是以法定的犯罪行为 的完成作为犯罪 击碎的这个标准的犯罪 其不要求造成 物质和有形犯罪的结果 而是以行为完成作为表示 这些行为 并非一招头就完成了 有一个可能是一个 有一个私情过程 要达到一定的程度 比如说绑架 绑架犯罪 绑架犯罪我的目的 是为了勒索钱财 那么我把这个人给绑架了 最后去勒索钱财 最后勒索钱财没勒索到 对方报案了 那么你构成不构成犯罪 肯定构成犯罪 因为它是行为法 你只要一次次绑架 你就构成绑架罪 所以你会不会拿到钱财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说这是以行为定性的 那么还有其他两种 那跟川普这个不打嘎 比如说危险犯 虚重犯不打嘎 我们这里就不谈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 川普讲的这些言论 既没有他的违法的结果 也没有他的这种行为 他的具体行为是什么 有没有写信给某个法官 有没有造成一个非议 做出一个决议 要敢于司法 有没有具体的行为 充其量 川普讲的这些言论 就是一个思想 如果你要定罪在中国 也许可以有思想法 中国有这个思想 有这个言论 就可以定罪 但是在美国 美国的法律不是这样子 有个言论的自由 他讲会讲 但是他没去做 如果套用我们大杂平方 这个郭文贵的一个说法 也许川普也是讲了 他的一个策略 然后我上头这个 这个文策略 对吧 那没有具体的行为 没有具体的结果 你卖家联 你这个要当这个 中国律师团队的诸葛亮 我说你和马斯党当错了 你当不了诸葛亮 你不是诸葛亮 你只是被那个诸葛亮给骂死的 那个叫谁王什么人 那么一个很憋脚的一个参谋 我讲的是法律上的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他谈到 这个麦家联谈到 这个涉及到 这个治外法权的问题 他的意思 我不是不会充分理解 什么叫治外法权 因为在这种场合 根本用不到 治外法权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也许是这个记者 对他的这种英文翻译的不准确 但是我看到治外法权 我感觉这个基本上 是一个法盲说的话 对 什么叫治外法权 治外法权是指 外国人他免除本地的法律 司法权的情形 通常它是外交谈判的结果 这个最经常用到是什么 外交官 我一个国家 住另外一个国家的外交官 大使也好 零使也好 包括里面的官员 我发表了一些言论 做出一些这些举措 是不受当地的司法追究的 这是国际法的惯例 也是国际公约的内容 大家都必须要双手 那么它的主体 只能是外交人员 那么我要问 孟晚舟是不是中国的外交人员 答案是口定的 孟晚舟不是中国的外交人员 那么 孟晚舟就不能享受这种 自外法权 他没有权力 没有资格想到这个自外法权 那么你卖家联 你讲这个问题 我就暴露出你卖家联 对法律根本一窍不通 你除了人家一个 守主义 让用的这个自外法权 划中去冲 那么 第三个问题 他讲的是 第三个问题 就是讲了这个 中国与 印度条约的问题 对 就伊朗的制裁 说加拿大没有参与对伊朗的制裁 对 我前面还要再第二天还要再补充一下 那么加拿大一贯如此 一贯都是支持和协助 中国 对一些 触犯刑事犯罪的人员 进行全法 全法跟全法 据我们初步 这个统计 加拿大这个政府 帮助中国政府 已经抓捕 跟全法了 包括赖昌新 高桑 李东哲 李东福 蒋连在内的几十名的 红东方 因为中国 这个 中国和加拿大之间 没有定义引渡条约 在没有定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 如果加拿大 如果中国政府要求加拿大 司法协助 那么加拿大只能采用 券网跟前网的这种方式 把这些人给送回中国 什么叫前网 就是说你进入我们这个 加拿大这个国土 没有合法的这种手续 偷渡过来的 没有合法的手续 没有合法的身份 那么我只能通过移民机 帮你前网回去 这叫前网 什么叫券网 券网就是说 你进入我这个加拿大的国土 有签证 你拿到了分页卡 所以你成为了公民 那么我只能劝你回去 你确实犯罪 我审查一下 确实犯罪 我只能劝你回去 叫做劝网 那么这些年来 加拿大政府 配合了中国政府 这个券网 券网了不少人 相反中国政府 基本上没有配合 加拿大政府 这个 这个券网或者券网 这个其他任何一个人 那么实际上这边是很不对的 我帮你 你别人帮我 那么 加拿大为中国政府 做了那么多的贡献 那么仅仅 这么一个孟晚舟的事件 他就对加拿大这个司法协助 进行横挑鼻子 竖挑眼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选择 我认为这是很不公道的 这正如我们帮助一些 所谓的中国家的这些小人一样 你帮助他一百次 你只要一次不帮助他 他把你前面的一百次 全部给忘了 全部给否认 所以说这个中国任务 就是一个小人 是广认不义的小人 那么中国政府这种做法 也为他今后 这个继续要求加拿大 选法跟劝法 这个红通旺 设下了一个障碍 为什么呢 因为国际司法合作 有一个名叫 对等原则的这么一个问题 对等的 你帮助我 我才帮助你 你不帮助我 对不起 即使你的合法要求 我也帮助你 叫对等原则 所以说今后 如果孟晚舟这个事情 如果没处理好 那么根据对等原则 加拿大今后要全法 全法 中国的红通旺 难度就大了 同时也为红通旺 要求留在加拿大 看去全法 留下了很好的看别理由 所以某种意义上 中国的这种做法是帮起石头 炸自己的架 那么我们讲第三个问题 这个麦加连说 我们那个加拿大 他没有加入制裁 伊朗的这么一个条约 那么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对的 确确实是你如果看这个条约上看 他没有加入 加入制裁 伊朗的双边条约 但是有一条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第一的1929号决议 是在2010年6月9日 第6330次会议上通过的一下决议 那么这个决议 决定对伊朗施行 2006年以来的第四轮的制裁 那么安理会 15个理事国中12个国家 这个投了赞成票 那么所以形成了一个决议 我们知道 只要是联合国成员 那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这个决议 是对你是有约束力的 那么麦加连你说的 对 你没有双边条约 但是你有多边的决议 你是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 如果是 你要不要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那么这个麦加连 这个屁股坐歪了 完全为中共 这个席地 说没有加入这个制裁 这个协议 所以说对他就不是用 当时他有个决议在 不管你当时也没投了赞对票 只要决议 升调了 你必须遵守 我最后也查了 加拿大并没有投反对票 因为当时有两个国家 投了反对票 一个是土耳其 一个是巴西 还有一个国家 七选 是黎巴嫩 那么即使两个 投了反对票 这国家 他也不是反对这个协议 他是认为少了一点 可以再推迟一点 就是土耳其跟巴西 你加拿大并没有投反对票 所以说从任何角度上讲 你就必须要遵守这个协议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麦嘉莲 我不知道他文化深度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就感觉在法律上 他就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 小学三年级 一个文盲 要给律师团队支招 哎呀 真的是笑掉大牙 所以我感觉这个麦嘉莲 我们经常说 我们不要去谈论这个动机 不谈动机 有的时候我想 不谈动机 可能解释不了这些情况 解释不了这个 为什么讲了这么幼稚 这么拙劣的情况 特别是 今天不知道 把盛雄关注了没有 好像也说了一句话 说最好孟晚舟不要引渡回去 对 我不知道他这个最好孟晚舟 不要引渡回去 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想至少反映了 他的内心的一种矛盾 那么这个矛盾来自什么地方呢 保胜兄好像在前几天 也做了一个视频 对他的这种历史 做了一个研读 实际上他找了一个华人的女子 作为妻子 生了这三个儿子 找了这三个儿子 找了妻子 都是中国的 都是中国的 这个东西 我就感觉很雕诡 我就想起圣经里面 社会里面 在旧约里面 主耶和华 他是绝对不允许 这个以色列人 去找外邦人做妻子 当然这是旧约时代 为什么 做了妻子以后 他的心眼 这个以色列人的信仰 会被玷污 他会去拜其他神 信仰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意识心态的反应 你整个意识心态会变 那么到了新月时代 当然就没有这么一种规定 但是这个也反映出这个麦家联 你找了一个华人 作为妻子 是不是一些意识心态 是不是你在中国有了利益 中国给了你什么好处 给了你什么利益 导致你屁股坐外了 替中国政府着想 据不确切的 我现在还不敢完全肯定 就是说麦家联 有这么一个事件 有一次这么到中国去访问 他的全程的一些费用 几万块费用 都是中国政府支付的 对 好像有这么一个事件 具体CP还要进一步去查 具体是不是一个事实 还要进一步去调查 但是有这么一个事实存在 三个儿子也找了这个中国人 受了这个方面的这些影响 是不是现在为中国政府说话 会保住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利益 这我们都很值得探究 所以加拿大这个黄对党的领导人 就是一句话 这种人早就该下台了 要求他辞职 因为你根本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考虑 纯粹是为了对方考虑 不能再这么做下去 这也反映了我们美国加拿大 很多白族的一种事件 我们可能没在加拿大 没在美国生活过的人 可能对这个白族的危害 好像是感受不算深 但是我们包括包胜兄 我们在这边 我们感觉这个白族 真的是霍国殃民 霍国殃民 把一些恐怖主义给引进来 把一些红货给引进来 把一些这些马列装置 这些暴政的这种意识心态给引进来 最后你要废掉美国 你要废掉加拿大 因为它是有个借静缓慢的过程 到了那个时候 你要想摆脱它 你已经不可能了 这个问题我感觉非常担忧 那么我们加拿大 温哥华我们这个地方 有一个组织叫做加拿大 价值守护者联盟 这个联盟的主席 是黄河边 我是常务副主席 那么我们就致力 抵制非加拿大传统价值的 这种意识形态 侵蚀我们加拿大 我们守土有责 做好我们自己 能一方面能够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对孟晚舟 这个问题的一个 从法律上的这个角度上 在一个给他这么一个评价 总体一句话 麦加连这种作法 真的是阻力 阻力到了极点 对 我相信 它是非常的阻力 它引起这个社会 对它的指责之后 它道歉了 它道歉了之后 最新的言论 它还是给孟晚舟辩护 这就说他这个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还有他的推特 最上面的那一条 就支顶的那个推特 推文居然就是他纪念白秋恩的 他就给中国政府示好 给习近平 给习大大示好的那个推文 到现在他都没改变的 所以这种人的话 要有这个深刻的教训 或者说现在叫他下台 不然的话 他到中国去做大使 有如这个使命 对吧 你这个不能代表加拿大的立场 你结果反而比中国政府给收买之后 代表中国的立场了 这个是变成一个笑话 外交界的笑话 对 那么就是那个 对孟晚舟案 那个未来 你从这个法律的角度 你可以再做一个预期 因为美国政府马上就会提出这个引渡案 提出引渡的要求之后呢 可能那个加拿大的检察官 他也会提出要求 然后呢 法院是在2月6号好像要开庭 对吧 你对这个未来这个司法程序 你是怎么这个理解的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实际上有两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 第一点这个意见就是说 这个美国 司法行为 这个做出 是很慎重的 如果他没有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他立不了了 因为在美国 在我们这些海洋法系的国家 有一个共同的特别 就是说 一罪出无 一罪出无 就是说这个东西 可这样理解 可那样理解 这个东西呢 我就不去 不去抓这个人 不去扑这个人 不去判这个人 一罪出无 但是一旦他感觉要离安 那么就基本上说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确确的证据 证明你确确实实 放了罪 特别是对于一些 这些社会的公众人物 像孟晚舟我们也可以认为 他是一个公众人物 有影响的人物 他们做出这些判断 是很慎重 很严谨的 而在这个问题上 在证据上 我想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那么美国的法律 美国的司法系统 是不受行政干预的 川普总统 他不会愚蠢到 他真的去干预司法 对 如果他真的去干预司法 我们可以说 他的总统也做到头了 他不会愚蠢 民主党现在对他盯得很紧 一旦他有点小错误 肯定会抓住 对 他不会来了 那么一切都按照 司法正常独立 司法的这个轨道运行 按照这个轨道运行的 必然结果 孟晚舟是要回北印度的 是要回北印度的 这是我的一个预期 那那个加拿大方面 就是说 加拿大的检察官 还有加拿大的司法部长 有权 那个最后定 就是要不要引度 还有一个问题 他孟晚舟还可以上诉 向那个最高法院 你对这个怎么看呢 是的 对于这个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 双边就定有一个 叫做引度条约 对 那么这个引度条约 它的效率要高于国内法 那什么意思呢 我如果国内法跟引度条约 跟那个双边条约发生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 我必须要按双方条约 特殊法的规定去执行 这是一个 所以说如果你用国内的这个普通话 这个去对抗 这种特殊法是对抗不了的 即使双方之间产生矛盾 是对抗不了的 如果引度条约上面规定 这个人必须要引度 而你国内法 可以认为他可以不引度 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按照双边条约去执行 因为双边条约的制定 它的一个前提 就是已经充分考虑了 双两边国家的法律体系 在此之上制定的 所以说它的效率要高于国内法 这是第一 第二在程序上 对引度这种事情 协助引度的国家 只对它的程序进行侧察 不对它的尸体进行侧察 就是说你美国要求我 引度的手续全部全 全了我就帮你引度回去 所以它放什么最应该 这个事实是不是成立 跟我加拿大法院没有关系 我只审谈你的手续 所以说你手续只要全了 我就要给你送回去 所以司法部长 他也是在程序上 以最后的审批权 但是PS程序 这个是不是 这法院做这个决定 这程序是不是都是 符合加拿大的法律 符合了 他就没有任何权利 去否决这个引度 当然不符合 他会提交法院重新再考虑 提出这么一个议案 或者建议再考虑 他只是行事审查 不是私事审查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你这个观点是非常犀利的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好像加拿大要重新 审理这个案子本身一样 那根本不对 你的观点是非常 他就审查一下 这个引度的程序 引度的手续是否齐全 付过引度条约 那就把它给引度了 那这个加拿大那个麦加连 这个简直是胡说八道 说这个好像 他不触犯了 他没有触犯加拿大的法律 所以加拿大认为他不犯法就可以不引度 完全是胡说八道 他胡说八道 根本就是个法囊 那么我为了加深让观众朋友们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那么我就把一些中国法院的一些办案的规则 告诉他 告诉大家 比如说我福建省宁的法院 中级法院做出了一个形式终审判决 我要到山东省平度去执行这个案件 那么按照公检法三家的联合文件 那么福建省宁的这个中级法院的法官 就必须拿着这个判决书 到平度法院执行庭 请求司法协助 你去帮助执行这个案件 那么原则上法院是不异地执行案件的 不搞这个 是请你三都平度 你帮助我 那么三都平 三都省平度这个法院 我接受了这个案件以后 我是绝对不可以对实质性进行判查的 我只对你福建法院 这些判决书 这些司法协助行 等等程序上的问题进行的审查 至于我要被执行对象执行多少 被执行对象这个承担义务的判决 事后有错误 它是无权审查的 无权审查 如果发现一个很重大和明显的错误 它只能上报上级法院去调整 去调整 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对实质进行审查的 这就是协助的这个概念 叫协助 叫司法协助 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说 加拿大现在也行使这个印度 协助印度的这么一个功能 它不对实质性进行审查 这是我给观众朋友们讲的这么一个例子 帮助大家了解 非常好 非常好 现在就是从司法个案来看 用司法的角度程序来看 那它肯定会比印度 因为只要符合印度条约的话 但现在确实它存在很大的政治压力 这个压力不是来自美国加拿大 它将来自中国政府 它这个撞了两个人 还把一个改判为死刑 你觉得这样一种政治压力呢 会不会让加拿大的司法界妥协 政治界妥协呢 这个事情公布出来以后 我们曾经到中国驻温哥华临时官门前 这个游行示威 对对对 我看了 要求物料电视放加拿大的公民 那么在我的推特上 当然也有一些观众留言 但我很明显可以看出 这些观众是不懂话语的 他们讲如果它的400公斤的这些冰毒 或者几百公斤的这个冰毒 确实存在的话 判死刑 判击死刑都没问题 我感觉是非常反抗 确确实实 你如果查看中国的法律 现在法律不知道 有没有做进一步的修改 当年我坐牢的时候 海洛因10克 鸦片50克就可以判死刑了 对 但是我坐牢以后 我在我的身边 因为我是重型放监狱 几公斤半吨 这些毒品呢 比一比皆是一刷一刷一刷吧 对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在中国 吸毒放毒已经患烂成载 你弄上10克50克 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所以说都是大批量的卖 如果你按照10克50克去判死刑的话 那你中国要死掉几千万的毒 而涉毒 犯罪非常严重 对 因为我的方面都是大毒小 那么很多这些给我这些 在下面留言的这些人 我刚才已经讲过法律 比如说三年级的这个文化水平也读了读 读了十几年书的这个学者 谁又成为律师生法官也懂 但是懂得这个理解的角度根本不一样 像这种不对等的这种知识面 你去跟他辩驳根本辩不了任何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 即使这个加拿大人在中国放毒 放比如说几百年纪 也不应该判出事情的 按照正常的 像正常的中国国民待遇 他最多也是判一个这个有期徒刑 比如说15年或者无期徒刑 最高不会超过十方 这是中国的现实情况 就是这个样子 孟晚舟的这个事件 出了以后的话 他们要改判 改判为死刑 这是莫名其妙的 当然从程序上讲 中国法院这种行为是无懈可及的 因为为什么 检方看处发挥从政 又回到一身的这个状况 然后一身当然可以出去再犯 这问题不大 但是本质上 像这种案件发回重审以后 改判并为死刑的 在中国历史上 你查一查这些档案 有几个 概率是多少 可以说是万分之一 但是万分之一的事件 居然在孟晚舟事件发生以后 它发生了 这说明了什么 这不是就是一个报复 这不就是用这个问题去绑架 加拿大政府 对 所以说我们讲它纯粹是一种小人的做法 或者是说是一个放起石头 这是一只小的做法 它这种做法 给全世界的一个歧视 就是说什么 它可以不供法律 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不供法律 中国政府完全可以用行政外交去干预司法 留下了这么一个很不好的这么一个影响 它的功勤力将大大降低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我也很痛心地看到一些什么问题 孟晚舟在蒙哥华法院接受释放 开庭的时候 确确实是也有一些这个 讲几个也好 讲一些也好 也就那么几个 这些花人 到这个法院门口取牌 要求释放孟晚舟 而且据我了解这些人 还都是定居在这个地方的花人 所以说我感觉非常心里面不舒服 你这是什么个行为 你是想干预司法 还是想一个什么行为 那么你既然定居陆基加拿大了 特别是陆基加拿大 你就必须效忠于皇 我们这个陆基这个词词里面 我也看了 我们是孝宗女王 英国女王 为什么孝宗英国女王 这个是保守兄应该也知道 因为加拿大原来是 英联邦国家 对 英联邦国家孝宗女王 遵守加拿大的宪法 那么你自己陆基的 你孝宗的是谁 你孝宗的是中国 这个正如郭宝宗弟兄说的一个什么 你这个是什么呢 是鸡蛋 鸡蛋人 对 鸡蛋人 是个鸡蛋 他们有人说鸡蛋还不严重 应该说是鹅蛋 鹅蛋是白皮红腥 红的 虚是红的 我说这个东西就是 我就想到这个过去古代里面 就很多这故事小话讲的 这个媳妇叫到护家以后 三天两头往护家去偷米 把护家的米给偷了 背到娘家去 你就是这种偷米的妇人 偷米妇人 如果你选择 如果你说中国好 值得你去拥护 去支持 你为什么要移民到加拿大 你回你的中国的大将冈里面去 你好好去拥护 去支持 去声援 去排外 你为什么要移民到这个地方 既移民到这个地方 你又效忠 你又为这个中国政府说话 所以这就是一种淫妇的特征 一种淫妇的特征 这些人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大量的中国人移去到海外 海外对中国人的态度 是一个友好到差的过程 刚刚开始是很欢迎的 因为刚刚开始开放了 国门开放了 看见华人过来很新鲜 对他很友好 结果华人的一些所作所为 持续了一二四年 几十年以后 他们看透了华人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说现在总体情况 他们对华人的评价都不高 当然现在还不到排斥的地步 都不高 我们就讲这个中国老是 重复这种传统 我感到很痛心 我们不讲其他家伙家 我们就讲一个小小的菲律宾 小小的一个菲律宾在他的历史上 曾经有那么好几次大途杀 杀的都是谁呢 都是中国人 杀的都是中国人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福建省 明郎内带有大量的人 都喜欢到菲律宾去做生意 因为菲律宾的地方物产奔波 气候又很好 菲律宾的人很爱惜环境 中国人一来 砍树的砍树 这个是要改水道了 改水道 烧房的烧房 把这个环境搞得一塌不足 把一些廉价的商品 弄进来卖 这个低劣的东西 清销到这个菲律宾 所以当时就是说 在他历史上有四次 华侨大屠杀 比如说1603年到16 波少年间 华侨就被大屠杀了四次 累计死亡人数 达到四万多 他怎么个屠杀呢 当地的军警 就把这些人 华人赶到一个地方 就那么个杀 所以说他那个手段 跟日本这个屠权差不多 跟这个扬州之论差不多 那么为什么 现在很多外国 这个当地居民 很排斥中国人 因为你做的真的是不好 你做的仅仅是掠夺 当地的资源 你并没有为当地做贡献 在孟晚舟这个事件上 我们就反映出 这些一些华人 你既然宇宙定居到 这个加拿大了 你现在做的事情 你是帮中国政府做事情 长此一完下去 加拿大不排华才关 不排华才关 应该确确讲 不排华才关 你们这些行为 都是一个自杀的行为 但是也不用太在意这些人 因为中国传统历史上 就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 它是没有信念的国家 它是以实用主义 作为它的价值观的基础 它很多这种 很不光彩的行为 实际上都是受它实用主义的 在历史上 曾经多次发生过 抵制日货 抵制美货等等 这么一个事件 包括在民国时代 都发生过多次 动不动就认为 外国国家是对你的侵略 对你的冒犯 我是抵制你 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当中也就说过 却确实是有这么一些人 一到抵制外货的时候 他们就把 比如抵制日货的时候 他就把日本生产的草稀 放出来烧掉 我抵制日货 但是你到他家里面看看 他的手表 日本产的手表 他就不拿出来烧 他烧的就是一个草稀 为什么 我烧草稀我安全 价值不高 我烧的表明我一个态度 我抵制日货 但是手表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拿去烧草 我唱起来 可是他们这些观念 经常受实用主义影响 我想包括中国人在 温哥华那么几个人 那几个人 我想也都是属于这类人 也都是属于这类人 他既想讨好中共 今后可以跟他做生意 保住自己在中国的利益 又想待在温哥华 这么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能够继续存在下去 那么温哥华 他不会从意识形态上 对你进行审查 对你进行制裁 但是中国会 所以说他吃里八万 他这么个做 保住他的既得利益 也就是这么一个阶段 对你这个批驳的很犀利 也是非常到位 对这个麦加莱大使 还有这些声援 孟晚舟的这些清宫的华人 必须要斥责他们 在这个温哥华 这种华人太多了 这个确实应该 你们当地的人 还有我们海外这个人权人士 多应该进行一些活动 批判他们 关于孟晚舟 你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其实我听不说 因为这个占用时间也比较长 我们想进入第二个话题 好吧